此国客机正常飞行,却被天外防空导弹击中,78人无疑幸免。 众所周知,很多导弹都是远程射击的,但是很多时候大家也并不能完全保证导弹就能击中目标,这种情况在术语上就被称之为拖把,那么导弹拖把之后会发生什么呢? 2011年,一架俄罗斯民航正常飞行,却突然被一枚拖把了的防空导弹击中,当场炸解体,民航上的78名乘客以及所有空城人员全部遇难,而这仅仅是众多意外事故中的一个。 后来俄罗斯一方仔细调查后才确认,这架原本正常飞行的客机,是被导弹击中的,因为当时这架飞机经过乌克兰上空时,乌克兰军方正在进行军事演习,所以当时向80公里之外的目标射击,可是其中有两枚导弹拖把了。 其实一般来讲,拖把的导弹在没有击中目标的情况下是可以自的,但是这两颗导弹并没有自,反而击中了路过的这架客机,造成了意外事故。 其实导弹如果没有击中目标,并且拖把之后一路飞行,也没有撞到其他飞行物品,那么一般来讲在到达某一极限高度时都会自爆,并且有些导弹是采用时间引信,所以在较长时间之后也会爆炸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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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